HELLO 了世紀 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不利甸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共預備的比賽 OK 共預備的比賽 現在也是打到水生火樂 這場對決是不利甸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挖金挖石的技術是免費的 而且修道院的科技 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樂 可以讓自己的僧侶跟村民血量跟移動速度 都可以增加的效果 波西米亞的後期主要是打 流彈炮、擊兵、火槍還有戰車作為主力 到了後期他的僧侶也可以變成 只要食物就可以產生的僧侶 而且科技方面也只需要食物 波西米亞改革也是 波西米亞後期的斷金石大殺器之一 接下來介紹一下不列碟人 那不利甸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長弓兵 射程可以高達12點 那不利甸人除此之外 擊兵也是全滿的 騎兵方面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有輕騎兵 輕騎兵有三級馬海的關係 所以要轉移攻擊對方的戰毛兵 也是有不錯的效果 那不利甸人的主要打法 還是偏向於打長弓跟槍兵為主的 還有自己的不利甸戰狼 劇情投司機 主要打法還是偏向於工兵主線 那不利甸人他的城鎮中心 造載也是非常便宜 找一百多木頭就可以再蓋一個城鎮中心 通常不會再去補伐木場 所以伐木場挖得很深才去補 不然其實城堡時代 3TC開農速度 不利甸人是不會輸給其他文明的 而且前期的時候 吃這些名牌速度很快 他也很適的去打這個 三棒棒開局 這邊是偷了一頭豬嗎 YO的豬是不是被偷了 看起來是喔 這邊吃鹿肉 真的被偷了 YO想不到吧 你的豬居然被安迪哥給偷了 但YO應該是還好 他應該也是常被偷租的經驗 經驗者 不是沒經驗的 知道被偷租要幹嘛 趕快一樣正常開局 可能前面不能轉肉馬 先稍微圍一下 然後轉射箭場防守如何 強兵戰卯防守 或是轉小弓 可能就是前期大不了不打肉馬 對不對 今天被偷一隻豬 這個肉類會差很多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不利電人 這邊有肉類優勢 但也沒有打三棒棒 三棒棒出門時間有點太晚了 可能直接轉肉馬開局 會更有肯 這張地圖稍微小小介紹一下 這張地圖初始的黃金數量 其實在地圖上 這個城堂中心不僅只有三千兩百黃金 到了城堡時代 一定要往外開 城堂中心跟城堂 控住這些區域 那城堂如果你插得太外圍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的巨型頭時機高打低 所以這部分 這個城堂還是要去稍微思考一下 又插哪裡比較好 那不利電果然是轉了一個肉馬開局 果不其然 波西米亞這邊轉成射箭場 這個就是一個遊戲邏輯 當然你的肉很少的時候 你要再打肉馬 基本上打不出什麼東西來 那如果有肉很多的話 你就算是攻兵國 還是很適合開這個刺猴開局 所以 波西米亞這邊的歪歪打法 是一個正常開局 並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會選擇攻兵開局 只是因為肉少了 好 好 這邊三隻肉馬過來 結果後面已經被抓了過來 被搜掉一村 尷尬了 波西米亞這邊 村民直接拿出來暴打 刺猴想要 絕殺能夠成功嗎 哇 又殺到了一村 YO開局十兩村 剩下殘血的兩隻肉馬 打一下 好 反殺了一隻肉馬回去 好 下方的槍帽已經到對方家裡 但YO已經損失了兩村 經濟差距已經被打了出來 28村對26村 這裏能夠走進去嗎 好像有點偏難喔 這裏又蓋了一個房子了 應該是進不去了 好 YO決定要去外面野外 找一下 有沒有偷藏軍銀啊 或是 看一下地圖 看一下他們藏什麼大招 哇靠 這裡又死了一村 哇 這個沒有早點圍起來 確實有點問題 剛剛說要早點下這個射箭場 然後把自己家裡圍死比較好 結果 結果 YO為了要灑農田 結果 這個木頭不夠 比較慢 比較慢補了一點這個圍牆 跟房子 造成了三村被偷的結果 但沒有關係 чего 但這場比賽看起來 Pushami 是優於 不列狄這邊的 所以我們暫時 是不需要太擔心 不列狇這裡 拿到優勢了 除非死ец的差距太大 我相信YU 以他這個世界前五 前四的實力 應該是 能頂得住 三村 這兩隻肉麻敲一下 有槍兵在 不敢直接硬敲 這隻槍兵要先解決 繼續敲一下毛病的血量 一直抽 一直抽 等到城堡師帶騎士出來 就可以直接硬起來 就不用這樣繞來繞穴 結果還是抽掉兩隻毛病 這兩隻肉麻也是 嚴重過了 被抽到了一下 好痛 更多肉肉麻直接過來 先打掉對方槍兵 但被抽到了一槍 第二隻 又抽掉 一隻槍兵換兩隻肉麻 不虧了 前線補了一個工程器 知道手 下方看了一個城鎮中心 Y.O這邊偵查到了 你開農 OK 這邊挖石頭 這裡補了一個青頭 開始要來前壓了 波西米亞遇到這種青頭前壓 加騎士抱著這個組合 前期來說 防守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這個救贖思想 這個時間要點的話是可以點 那你還是要 還是要趕快產出一隻生侶 然後趕快把這個木門 這些防止手下是有點困難 而且這個修大院好像蓋得有點偏外 裡面補一根城堡 可能會夾不住喔 還好這邊買賣一波 趕快買一根堡起來 不然就要被秒殺了 這裡進來 看到城堡往後撤 這邊非常當機立斷 這個反應是相當對的 雖然買賣可能虧了一點經濟 但至少可以穩住家裡的狀況 不然這個真的是有可能被秒殺局 不連電子按了一隻騎士 並沒有繼續按出更多的騎兵單位 看著轉往右側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單位喔 右側的話 有在蓋城鎮中心 但是好像沒有偵察到 應該要去偵察一下 沒有偵察 這邊打出一個洞來 波西米亞轉出了戰車路線 波西米亞戰車 遇到投石車 是有點互相傷害的喔 投石車打戰車也是很痛 先解掉前方的騎士問題 戰車 散開來收掉 但戰車血量有點殘喔 要拉一個村民來修一下嗎 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要找個機會去解掉 但是由於YR已經投資了很多戰車的關係了 所以現在木頭不夠讓他自己開3TC 再等一下喔 3TC才可以補一下 那兩邊都在補在右邊的地方喔 可能大家會大打出手 那YR這邊點下了 救贖思想 就可以來招翔工程契將位了 而且連 投資車也可以招翔 但結果直接被 被砸爛 所以要再補一隻生魚了 沒有神聖思想的關係喔 直接一發投資車就帶走了 好 這邊是要繼續補喔 右邊先補一根城堡 直接壓在你點上 碰你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現在不列顛人村民數 村民數是88吋 對上Pushimia55吋 村民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那現在是4TC 對上 雙TC 兩倍TC數量 這就是不列顛人 最扯的地方 隨便打隨便龍 隨便就帝王時代了 帝王點下 那待會巨頭也可以 瞬間拆掉這個城堡 那不列顛人 打Pushimia戰車比較麻煩的是 他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所以要面對戰車的話 只能用中頭 或者是大量騎士 那用騎士的話 又沒有品種 打起來又會打到頭破的血了 你用步兵單位也解的不是很舒服 所以不列顛解戰車的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大量中頭進行反制 那待會頭子車可能要一直按 才有可能解掉這座戰車的數量 然後這裡用少量常務兵 開始反擊回去 拆掉了幾台戰車的數量 希望可以救回這個城鎮中心 好 這個城鎮中心應該是守住了 那升到帝王時代的 烈烈 家裡現在是一片荒蕪 沒有辦法可以坦得住這裡 戰車的壓制 這邊要來招搶一個 房子 把房子招搶掉之後就可以刪除 就可以走進去了 好 這邊巨型投資機已經開產出來了 YO6在這邊補雷跟爆 直接插兩個城鎮中心 還控農田 這樣的話就有機會 可以稍微追上 補雷電這邊的經濟了 哇 戰車 直接尻爆這邊常攻兵 連投資車也直接秒殺 補雷電這邊投資車要一直按 可能常攻暫時別按了 常攻先暫時別按 轉生旅加上這個 中頭 或是轉成槍兵配中頭也可以 那之外還是要防對方的 生旅喔 這個騎士 完了完了完了 打不贏打不贏 被招掉 尷尬 看來常攻還是要必備喔 之前我們的HART 有示範不列典常攻對上 Porsimia 結果你們猜最後是誰贏了 結果是不列典贏了 不列典贏了 不列典居然打贏了Porsimia戰車 MBL的 所以 這一場 不列典雖然看似有點劣勢 但他還不是完全沒希望 在歷代 不是歷代 歷史上的Porsimia對上不列典 能打贏的方法 就只有 常攻 配 投資車 當然 常常兵跟生旅也是有見過 但是 勝率非常低 常攻可能生旅比較高 是因為常攻可以瞬間 停掉後方的生旅著想 那 只要對方沒有生旅的話 投資車就可以輕鬆的 解掉對方的戰車 這邊戰車繼續輸出 下方這根堡能夠蓋起來嗎 投資車還在硬解 哇 這邊臭明書省事越來越多 YO 這時候臭明書已經反超了不列典 順利 成功的 經濟追上 OK 這根城堡也是撐了很久 但是最後還是被 巨型投資機給解掉了 那不列典這邊目前沒有辦法有足夠的支援 轉出中頭的升級 但是慘 投資車就是極限 好 這邊火車繼續炸 喔 中了 哎呀 可惜了 YO這邊終於也升到帝王時代 看看兩邊帝王時代會怎麼打 OK 這邊也是兩邊一起互相蓋寶 但是這邊有常攻的射程優勢 這邊還可以繼續量產 趕快去騷擾一下蓋寶村民 後面的巨頭燈解掉了 投資車又繼續騰出來 這邊不列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投資車不能停 要一直按一直來 然後有八百肉 黃金的話就點一下東頭的升級 現在是不列典這邊的目標 OK搞定 不列典這裡點下了 更多長攻 這根堡也可以蓋起來 這邊互射 這邊村民趕快撤退一下 走斜的走斜的 走斜的 差點吃到 OK 順利的走得出來 目前YO的村民數是107寸 後面怎麼會有根寶 想抽蓋的 這裡兩隻騎士 想要去解巨頭獅有機會嗎 看來是沒有 稍微秀一下 那不列典這時候也沒有戰狼號 戰狼號的科技很貴的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箭塔 那箭塔直接被搜撕 波西米亞開始招牆 投石車 哇 這裡回頭 直接掌一下 戰車直接投破血流 當然還是順利招牆掉了一台投石車 投石車趕快砸一下右邊的長攻 換掉了一隻 當然這個村 森林跟招牆不到了 好 波西米亞這裡點下了化學 增兵技術還有印刷技術 待會就可以增加一下森林的招牆射程 招牆射程提升之後 投石車也可以順利的招到 那長攻部分可能要提升一下射程 射程現在來到10點 多走兩步還是可以射到這個森林的 招牆射程 後面的戰車繼續開了起來 後方的承認中心 跨壁拆除 下方趕快拿巨頭來反擊一下 前線的城堡也順利拆除掉了 現在YO的經濟呢 是有點極限的 黃金只剩下13個在挖 但不一定也是 這裡得補一個新的 去穩住地的黃金數量 好 當然波西米亞是有火炮的文明 而且他是擁有最強火炮的文明 榴彈炮 加上這個擊兵 槍兵 就可以順利的收掉非常多的單位了 好 後面軍型手機拆除 應該是OK 好 這個火炮力大功了 守住了 好 這跟寶守住的話 前方怎麼辦呢 好 火炮主言 先亂打 沒有先打城堡 這裡還有少量的單位 在進行抵抗 看投擲車開始穩定下來 雖然越來越多 現在只出戰車的話 會越來越麻煩 但是現在對方又有火炮 火炮這個單位又可以反制投擲車 所以像投擲車也不能到一線戰場 這樣火炮也有可能被場空點掉的問題 騙掉了 果然喔 火炮最終還是要回歸長攻 搭配投擲車的路線 用這個槍兵森履的話 還是有點偏操作困難 投擲車配長攻 打波西米亞戰車是最好的方法 當然自己森履也可以瞬間解掉 那戰車的話也可以用中頭順利解光 所以這邊火炮 接下來繼續穩估自己的精細喔 突然把中火升上去了 就是重點 這裡又產了一台巨頭 戰車已經把這裡的農田全部給尻爆了 投擲車再找個一發 再一下 高打第一 傷害有點慘 第一打高才對 傷害不是很優秀 右邊這根城堡應該是快要修不住了 只剩下一個人村民在修理 這裡拉了幾台戰車往前 想要直接硬點戰車 硬點巨頭 但巨頭很快就被打掉 一台但是城堡也掉了 這根城堡只會有無緣守住 巨頭直接反制 他有點戰狼後嗎 怎麼那麼準 看起來有點 不知道哪時候點戰狼後的 再一發 看起來是點戰狼 他點戰狼的時候我們沒看到 好 現在連巨型投死機也可以反制戰車囉 只要戰車不動的話 巨頭就可以一投一發 迅速解掉這邊戰車的問題 但是這個巨型投死機有個問題 你需要手動操作 他才會主動去打附近的工程器 所以要用戰狼去解戰車也不是非常的方便 最好還是轉出投死車 那不列電這邊經濟還是有點爆炸 但是很好消息是他右邊的礦都有順利守住 好 這台火炮繼續修 剩下一台普派戰車 好 再一拳 就可以燒掉這台戰車了 一滴 閃掉 OK 繼續點 這邊空一隻攻兵空得很開心 好 上方的城堡應該也快要守不住了 兩邊的經濟都是非常極限的 那不列電剛剛肉被扣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點中頭升級是不太可能 除非直接用買賣一波 買賣了 趕快先點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射程 不然這確實射程短 太好用 這邊用高地吸收一些傷害 高打第一順利解掉 好 火星裡面 這裏點下了首推側升級 還有專瓦技術 下旁書道院 這裡沒有要拆了 好 那不列電也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終於補好了 又這邊是 還在慢慢發展 木頭有點過量了 兩千多 黃金有點少 這裡黃金待會拉些伐木工過來 但這樣地圖其實木頭也很重要 因為木頭只有這些中間的木區比較多 待會木頭挖完了 一定要跑到中間挖 所以如果這場打到一個小時之後 勢必為了木頭要去中間開戰 所以左右兩邊 只是遊戲的前中期 需要佔領的目標 但是黃金挖完之後 就要回歸中間了 這有點像在玩威脅 中間的戰線還是要護一下 如果不護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長驅直入 像不列電這樣子 戰車一直往你中間開 不往左右兩邊開 就直往你中間農田開 太狠了 受傷的都是人民 太無情 不列電成功 遇到戰車還是 毫無招架之力 好痛 好 戰車數量有點少了 不是派戰車還沒有點金瑞 所以防護率有點差 然後點金瑞之後 防護率才會比較慘一點 那現在波西米亞也沒有足夠支援 去採出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哇 這裡是怎樣 共享金礦嗎 還是要來守屍戰狼 好 這邊中頭盾升級上去 哇 這裡村民 死的死 直接衝入城堡 那這邊有築城戰法 所以村民沒有辦法直接即時的去換掉 還是YO這邊覺得自己村民太多了 稍微換一下 騰出一下人口 去轉出更多戰車跟榴彈炮 那波西米亞到後期 如果能龍起來的話跟不列電 通常可以轉出榴彈炮 反制戰狼炮的巨頭 所以不管怎麼說 波西米亞到了遊戲中後期 還是有巨大的優勢 這邊預判一下中頭的路徑 把這個城堡 再兩發 這怎麼用巨頭去砸入整 呃 中了 哈哈 OK 兩下左右開攻 空間也是有少量戰車 帶有補了一根城堡 在此是守住 戰車開始往左邊飄移 OK 這裡可以往前衝了 往前衝了 戰車往前A 往前A 往前A 不要再往後了 這裡可以往前衝了 是我就衝了 嘟 都被修起來 哎呀 這樣果然是老的啦 不過我衝了 就 就沒了 但YO並不是我 所以他沒衝 所以他站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只能在這邊出一張嘴 這就是 經驗上的差距 居然被應修回來了 我剛剛從榴彈炮回來 打掉這台巨頭 然後再繼續補一下傷害 應該可以瞬間收掉台隊了 結果沒想到 對方直接請家當之力 直接應修了回來 太狠 這根堡修回來 也花移動城堡的造價了 差不多了 YO在這裡補一下 榴彈炮的升級 戰車數量還被保持得住 14台戰車 這根堡這裡 升級還有一分鐘 好 場攻終於抓到了 這些伐木工 下方這裡 戰線還是堅守當中 目前不列典有這個 戰狼炮 16加1的射程 雖然 巫師派這邊也是有 左炮這裡也是有這個射程優勢 那也要小心對方巨頭反殺 要接到了嗎 唉唷沒有 還是打貨非常沉浸中心 沒事 OK 戰車這邊壓制還是非常強大 這樣左右兩邊開戰打得非常慌亂 好 投石車往前走 欸 看到中間很多村民在伐木 這邊的黃金只差13個人在挖 200多黃金 不利點還有1000多黃金 那木頭暫時不缺 這裡喔 其實是歪喔 更危險 黃金要是再不趕快拉起來的話 可能會很難繼續打這場比賽 流彈炮的數量在場上也是特少 不要趕快產出更多流彈炮 才可以反噬敵人的戰狼號 不然戰狼號怎麼打怎麼準 好 金銳鼓出炸彈車 防衛來到了10點 槍弄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哇 戰狼好準 哇 拆戰車很快喔 撤了撤了撤了 這不能打 戰車遇到城堡還是要給他個尊重一下 好 連連這裡 中投繼續纏 戰狼 還有長弓 但長弓數量像是越纏越少了 對方的僧侶也是開始變少的狀況 但是遇到大量的頭子之後 Poshimia還是要轉出僧侶出來的硬度會比較好 那這時候趕快點下金冠技術 不是太改革 就可以讓自己的僧侶遠遠不見傳出 農田不到三四十片田 僧侶就可以一直瘋狂暗了 開始變成招強大戰也沒有什麼問題 左邊的巨型投擲機總有榴彈炮給解掉 但是往前走 這個榴彈炮會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解掉前面的巨型投擲機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往前走 想要去打前方的劍組 結果不是先打城堡 然後就很容易進入城堡射程範圍內 或是看到其他單位 被其他單位給吸引走 這就是火炮為什麼打完一個單位之後 很容易自動往前走的一個原因 會被其他走來走去的單位給吸引到 畢竟火炮是會主動打 這個射程內的移動中的敵方單位的 所以火炮要控得好其實也是不容易 好 這裡波西米娜直接開招 超大厲害頭車 鋪頭一下 好 左邊終於沒有城堡了 戰車可以往前開 左邊這些村民能夠跑得掉嗎 這裡還快驚喔 但右邊有點危險 戰車直接被解光 高地中頭3很恐怖的 超明不要在海景第一排 拔木啊 這海景有點恐怖啊 走了走了走了 OK 普利點點下了實況的升級 各位發現自己挖死很慢的原因 戰車趕快反擊 中頭回去 魔兵數量 額 補到了一發 他就是在補個戰車擠炮 應該可以解掉 再來一下 NICE 恭喜命啊 這裡還是有很大的優勢 優勢還沒有減少 反正是普利點左邊開始有點夾不住 沒有城堡 流彈炮一直往前 但僧侶已經 不是僧侶 村民開始往前 手撕戰車 跟流彈炮 太狠 人民起義啊 太猛了 太猛了 OK 普利點點這邊繼續往後啦 好扯好扯 這裡用村民就夾住了 有沒有搞錯 村民似乎有點 有點厲害 哇 手撕 一個POSEMEA 當自己在西班牙在玩是不是 欸 完了 這個沒動 戰狼很準的 手撕 城堡 燒 100滴血 哇 差一點 差一點撕掉欸 好猛好猛 還在修還在修 沒有石頭咯 修到500多地應該是安全了 好 YO YO 終於受不了了 點下了金罐 POSEMEA改革 等一下 這根城堡 HOLY SHIT 修回來啦 買了100石頭 哇靠 太扯了 YO 你本來差一點就可以了 哇 這個鑰匙能夠守屍成功的話 會成為 這次公益盃的一個亮點 YO 村民守屍城堡 現在怎樣 全部的村民都起義了 不列典也是 沒有黃金可以挖 還是守屍 好 左邊這個最後的礦區 不列典能守住嗎 這個礦區守不住 基本上也只能打GG了 除非這些投屍車可以直接打爆POSEMEA戰車全部的阻力 我是覺得這裡不要再往前比較好 待會等生理出來 嗡嗡就搞定了 這事並不難的 好 戰車一直往前 戰車一直投屍車往後拉打 還是換掉一些戰車 但是最後一台投屍車也要被解掉 不列典損失了自己所有的投屍車 前方的巨型投屍機也被榴彈炮瞬間解掉 後方的城堡也是夾住 好 這裡轉出了肉馬 沒有黃金了 轉肉馬出來扛一下前線 那肉馬現在雙防也沒有提升上去 也只能暫時夾住而已 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出來就被戰車打到頭破的血流 還沒有品種 沒有品種在戰車面前是毫無抵抗之力的 為什麼會有更多村民在尻後面呢 好 這裡要共壓到了左邊最後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沒有榴彈炮 只能手勢城鎮中心 好 村民直接放出來開扁 戰車被村民打血量掉的很快喔 村民打戰車傷害其實很高的 好 當然歪歪這邊也是 直接變成村斗 村斗戰士 我的天 各種拿村民去扁城鎮中心 跟房子 這是怎樣 是怎樣 還敲掉了一個修道業 大型村斗現場 笑死 好 搞定了 搞定了 好 這裡破西米亞生女 破西米亞改革已經成熄 沒有救 不列顛打出了GG 最終是由不列顛人 出了151隻的長弓 跟破西米亞出了111的戰車 拿下的比賽的結尾 那最終呢 不列顛還是輸給了榴彈炮 還有生女招響的銀威啊 不列顛真的是難打破西米亞這個組合 除非破西米亞這邊打的是一波流 那可能不列顛還有機會了 如果打了一個是會農的破西米亞 那就真的是 不好打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臨 Mountains 廢房